好,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制造一幅画的质感 就是它的texture 你看,一幅画出来,如果光是平的,不好看 你要创作出不同的,用不同的线条,不同的手法来表现出 它的表面是光滑的,还是有一点粗糙的,还是什么样的感觉 画这个画并不需要太多的本领 你就是要静下心来,一步一步地慢慢实习 一步一步慢慢画 你看杨老师,这一次呢,我想画的是一个玫瑰花 就是先从这个中心画一个小三角 然后一圈一圈一圈往上画出它旁边的这些层次感 这样,这样你慢慢地画,最后画出一个圆圈来,对不对 就好像是一朵玫瑰花一样,就好像是玫瑰花你从正面看它一样 那么我们把这一个一个看上去并不好看的小圆圈 把它都放到一起,看看它的结果会怎么样 你画这个画,找一支好的笔,你自己喜欢的笔 圆珠笔也可以,水笔也行,铅笔也行,任何笔都行 但是最好,要保持它从始至终 从一开始到最后,到你最后画完这幅画 你这个笔,它没有这么多变化 如果用毛笔画的话,一会儿手轻,一会儿手重 一会儿颜色轻,一会儿颜色重 看出来就显得乱七八糟的 我们想要做的是故意产生一个所有的条件 都让它画出来平平的 我们把这些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 画出来平平的 这个时候你的心要静下来 在你画的过程中,你会发现 这儿可能缺一点,中间又少了一点 我再加一颗小的花 有的时候你想一颗花,一朵花,一朵花的接着画 有的时候你想,哎呀,我烦了 我把另一朵花画,画离它十万八千里 然后再给它连起来 你不管怎么想,你画画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挺累的花,对不对 有的同学愿意这样一笔一笔接着画 有的同学就喜欢跳着来,没关系 但是最后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就是你的心要静这个画出来的东西 这每一个小的结构都差不多 我们看看它最后是个什么结果 好不好,静下心来,戴上耳机 如果你要聊天,小声说话 别影响大家 一步一步静下心来,慢慢画 好吧,给你们了 再重备一点点 然后再试下 再试下 我现在再试下 再试下 再试下 再更轻 再试下